疫情趋缓之后呢 很多人都会出国旅游 但是到底是国旅比较划算 还是出国玩CP值比较高呢 透过我们这个表格 但你来看一直以来的真有 如果呢 以到了这个日本和台南来玩的话 做比较 其实光是这个交通的费用 就有些差异了 像是飞机就是万元起跳 但是如果您到台南的话 不论是高铁或自驾 绝对呢是万元有找 两个人大约是6000到7000的车票钱 好 那么在饮食方面 其实呢日本一碗拉面 也真的都不便宜 都要200起跳 但是台南的小吃相对来说 是比较便宜的 100到150元就可以解决一餐了 那么以住宿来说呢 其实台南的住宿呢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划算 而且房间也比较大 好 其实就算呢 是有很多人是支持国旅 但网友也说了 其实出国CP值真的是比较高 因为呢出国之后呢 可以玩到东西也比较多 尤其呢是出国之后 住宿的这个饭店选择多 价格也没有国语来得这么高 好 看起来大家呢 都有不同的喜好 还是要看您如何选择 我们开放后旅展更是行 不少民众都前往奖优惠 但都要花钱了 是要出国玩比较划算 还是国内旅游呢 吃的可说是秀个短袜 一餐百元就能吃到撑 而且点到点 交通便利又便宜 其实我们根据国人 最爱去的日本来做比较 交通方面台湾公车 北高都是十多元 日本则是210元到230元日币 换算下来大约是50元左右 而以北高捷运来说 最便宜的20元左右 最贵的五六十元 东京京都都是落在 40到80元之间 看起来台湾的交通费用 略胜一筹 出外旅行除了交通费用之外 住宿费也占了旅费的一大半 在这个竞争市场来说 当然日本的饭店 会有很多创意的行销手法 会让我们觉得说 它的CP值好像真的很高 台湾的饭店 或者一些特殊的民宿 其实定价上面是比较偏高一点 包客来讲的话 就是国外或者国内来讲 预算基本上都不是太高的情况下 其实应该都差不多 背包客拼价旅馆 大约都在千元左右 中阶的商旅饭店等等 台湾至少要2到3千元 日本则是高一些 平均来到4千元 不过以空间大 舒适度也提升许多的 高级新级饭店来说 其实不论哪里都是破万元 综合以上的优缺点之后 国人会怎么选呢 出国会比较好算 国内办店有的都很贵 因为现在汇率又低 基本工资还是会有差 当然这就会反映在物价上 不论国内旅游还是非出国 都各有千秋 但只要挑对自己能负担的行程 相信都能玩得开心 华氏新闻里玩许夫杰 高雄报道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 请不吝点赞订阅